行政院主记总处调查,2018年大学学历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大约61.51万元,低于专科学历的63.75万元,而且是连续6年都低于专科。 不过调查也发现,2018年所得收入未满35岁的人,平均年所得创下历史新高,显示青年所得大倒退的情况正在改善。 受到少此话广设大学的影响,高中毕业生如今几乎人人可上大学,进而导致大学文凭也越来越不值钱。 根据组记总处的调查,2018年大学学历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61.51万元,低于专科学历的63.75万元,已经连续6年低于专科。 竹科或是南科他们的低速员,他们也都是请大学科,他们都是请三级大学,那个也叫大学生,但那个就是两万五,两万六起跳,那就跟一般,比方说一级台清教程的话,一起平均下来,那平均数就直接拉下来。 当你有一个专业,有一个方向的时候,你出去工作的时候,你在你的专业的部分有所精进,那当然你的所得一定会比较高。 竹记总处调查也发现,青年所得收入持续增加,2018年所得收入者平均年所得65.58万元,续创历年新高,各年龄层中,包括未满30岁,30到34岁,以及45到54岁,所得收入均创历年新高,35到39岁所得收入则为11年新高,显示过去青年所得大倒退的情况已有明显的改善。 学者认为,从最近几年青年低薪所反映出来,并不是所有青年都处于低薪,有些年轻人选择比较有技术性学习性的,不但一开始起薪就比别人高, 未来薪资成长也会比别人高,但相对如果在学时,科系轻松,未来学习机会少,当然比较难有高兴的机会,建议还是要培养多方面的专长,提升自我价值,薪资才有增加的可能性。 记者吴尔玉王德新台报道